i language 美学金蛋糅 探索赚钱新闻到 有句广告词说 这车是买来开的 不是买来修的 可是军卡有种车子 往往一过宝 不修也不行啊 真的耶 不过提到修啊 很多人喜欢回原厂 因为有保障 但重点是很贵啊 那很贵就回民间保养厂 就便宜啊 便宜但是到民间怕被坑杀啊 那这样到底要去哪里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教专家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教了各位专家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 就是我们的U-Car总经理陈鹏旭 Bob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请接着第二位邀请到的是 我们的汽车保养专家赵定璇 赵老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邀请到的是汽车部落格 徐明富 小徐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气购杂志主笔林大为 大为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以及汽车专家朱沙伟 沙伟哥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刚刚提到回原厂有保障但贵 到民间厂便宜但很怕有问题 那到底应该去原厂还是到民间呢 现在我们就先请我们现场的专家呢 替我们写白板 觉得您建议大家去哪里 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就是呢 我们右手边的Bob 你自己去民间 那如果你呢你建议别人是回原厂 至于我们赵老板笑一笑就好 不用讲 因为你是民间保养场的老板 一定是民间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小徐好了 来小徐呢您建议大家的话呢 是到民间保养场 至于大为哥的部分来看到 原厂加民间哦 加伟哥的部分建议是民间的部分 这样看下来 大部分的人呢都建议回到民间 但是呢 我们问一下Bob 你写你自己到民间 可是你建议别人到原厂 原因在哪里 民间保养场假设我们讲说 不是遇到黑心的 就正规的 对 它还是会有一些问题 会造成一些客户的困扰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你今天如果 比如说你的汽车的分电盘坏掉了 OK 那分电盘坏掉 通常这个东西就是比方说它粘线到了 那分电盘其实有很多个 比如说如果你的今天分电盘坏掉一个 那你今天去原厂的保养场 它可能全部都帮你换掉 也好的都慢慢掉 全部都换掉 因为那个东西有可能 比如说我这样讲 它有可能是 年限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你们家的电灯如果坏掉一盏 同一个时间搬新家 全部都是换新的灯 但是如果换掉一盏灯的时候 可能接下来一两个礼拜或两三个月 其他也跟着会换 跟着换 但是全部都换掉 贵啊 就贵了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去民间保养场 你自己知道这个原因 那一方面你可以跟老板会讲 老板说你可以 你就先换这个 其他反正现在还可以用 等到坏的时候再换就好了 不用怕麻烦 那这也是一种方法 但是如果你对于老板讲的这个东西 觉得说 什么叫坏了再换是什么意思 是等我在路上又 够楼的时候再换吗 他会觉得很不安 但是我们听起来 其实也不会觉得不安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自己懂车的话 可以到民间 如果你不懂的话 干脆就回原厂 他帮你整组这样换掉 那我为什么会讲说 如果我自己我当然去民间 那如果是朋友 因为朋友呢 我要跟他解释很多 然后我跟他解释很多之后呢 他就跑到 比如说我一个朋友 他前一阵子就去 他的车子也是购楼 后来去修的时候 他说那个汽油bump坏掉了 然后我就说 我认识一个还不错的师傅 你去给他弄 弄了之后呢 又过了三个月 又坏掉了 又坏掉 坏同一个东西吗 坏同一个东西 那你这个朋友还当得成吗 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后来我就跑去找这个保养厂的老板 我就说这到底怎么回事 他说 不是因为你这个朋友 驾驶习惯真的不太好 哦 你这个驾驶习惯不太好 因为他每次车都要开到没有 哦 那怪自己啊 那我就想说 如果我当初 我介绍他直接到 所谓的原厂保养厂 然后我帮他打个电话 请公关啊 给个折扣啊 对对对 那如果他经过了三个月 又坏掉了 他当然还是很 好 还是很生气啊 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对对对 然后呢 但是呢他会想说 我都已经回原厂 应该是到底是什么问题 他不会把这个 这个麻烦 归咎于这个保养厂 对 那反而呢 如果在民间保养厂 他就想 他会想很多想东想西 会不会 这个济师会不会技术不好 对对对 这个测试冰师 会不会很精密 他不会修啊 想东想西的 他其实没有办法研判说 我介绍的保养厂 到底是怎么样 就不够信任 对所以在这里头 就其实衍生出很多的麻烦 对对对对 可是真的就像 刚刚爸我刚讲的 也许我们不是这么懂车啦 对 我们还是会觉得 一分钱一分货 所以就干脆回原厂好了 大爷跟我们看 你刚刚也是写有原厂 对不对 可是你又加了一个民间 这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像你假如碰到 像板筋啊 板喷啊 这种东西 或者是玻璃破了 等等的这些问题 对 你回原 回一般民间就可以了 但是有时候涉及到 机械零件的话 那些引擎啊 或电路系统 你假如不确定的话 或者怎么样 你就到原厂先看看 通常我是觉得 有时候我就先回原厂 先去了解一下 原厂他会把一些状况 先列出来 那了解之后 你不一定马上去 一定非得也在他那边做 你可以到民间那边 就你熟悉的保养厂 再去看看 通常你在原厂的话 当然他们作业就是 通常零件就是 以新代旧 是 就是一次就把它换掉 对 这对季工的要求 它不是太高 而且问题也不会 有出任何状况 比较不需要工夫 对 但缺点就是费用一定比较高 对 那民间的话 当然他好处就是 他能修就修 然后把这个状况 然后他个别处理 那有时候他的价钱 就可以把它压缩到最低 因为到了原厂 他当然是比较贵 但民间厂比较便宜 对 那他到底便宜多少 光一个碟盘 碟盘 我那时候有一个碟盘 有就这个 OK 从日本运过来的时候 他就长这样子 你从做海过来 他就生锈了 他就长这样子 就生锈了 就长这样子 海上潮湿啊 那这个盘啊 他如果前面是布林布 后面的话是当火塞 对 这个盘如果去换的话 大概要七八千块 七八千块 原厂的话 原厂的 那我会原厂 有 有料 结果后来我 朋友他是民间的 他就不用 多少 你给我一天 一天 一个盘250 怎么差不多 一个盘250 四个盘只要差不多一千块 一千块就结束了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很漂亮 就变成这样子 很光滑 可是 大概百分之九九 消费者直接就是换新的嘛 对啊 因为不懂啊 因为刹车这种东西 很多人觉得很重要 对对对 那谁先到这样 对啊 通常都是换新的 结果我只要 花一千块 对对对 就把 效果差不多 效果一模一样 不过这是零件的部分 这小零件的部分 原厂就已经赚那么大 那如果大壮的部分 不就差更多 这个也是我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 这因为你重大 这不是我开 我坐在副驾驶 这种状态 这个在花莲啊 就是一个违规的大卡车 违规左转 它对向违规左转 那我们那个驾驶来不及闪 就去撞到它的后轮 这只是轻到 大卡车的右后轮 一点点 一点点就伤成这样子 就变这样 原厂 我估了18万 就像大哥刚刚讲 原厂估18万 原厂先把一次卖嘛 到民间 下去问一下 六万八 你看这个价差 那因为我这台车 那时候有保险 有保险 有假释犬险 然后后来判赔下来是 对方百分之百的错 哦 那你就可以完全保险付掉 对 完全保险付掉 对对对对 你就不用出险啊 但是家有个人 你现在是因为有保险 所以你回原厂 今天如果状况又发生 你没有保险 你选哪一个 你要选哪一个 我没有保险 你要付钱 我可以选中间 没有中间 我应该是选民间的 如果真的没有保险 可能还是民间 你不能这样讲 因为原厂 像那个水箱架子 整个都歪掉 像叶子板 原厂是换掉 那个架子螺丝 两个一锁 就换掉 那民间是 哭哭 哭哭 就收了 然后民间很多都副厂 关于是保险杆 副厂三千 对 原厂一万 我想大概百分之 九十的零件 都是副厂零件 OK 有可能还有一些 如果动到一些引擎零件 有可能他会拿一些 中古零件下去替 替换 因为那个西亚V的零件 还算不便宜 因为这种车的 在台湾来讲 卖得非常好 所以试卸率也蛮高的 对 所以一般来讲 这种车撞到的话 一般如果大件的零件 有可能就会拿中古零件 OK 如果说以六万块来讲 其实保養厂来讲 是算蛮有佛心来的 算有佛心 对 所以他可能认得 加友哥的这个脸 就是他的价格 可能相对便宜 那跟原厂相比的话 这民间厂确实便宜很多 只是用的这个料件 可能不是最新的 对啦 如果以价格来说 大家看刚刚那个就是 民间厂就是原厂的三分之一 所以小徐哥 你也是写民间 所以你也是价格考量了 我去民间保養厂 不只是基于小气巴拉的考量 最重要的是在民间保養厂 我们还可以学习 我们知道呢 一般我们把车开到原厂的时候呢 维修人员把车子拿走之后 他就请你到那个客户休息区啦 对 那客户休息区呢 就是简洁明亮大方 我们一般人在客户休息区 能够做的事情大概就三件 第一个就是喝咖啡 第二个就是上网打怪 第三个就是睡觉 你这个原因就是 他要松懈你新房 那相对的 你如果今天去民间的话 你当然也可以去他的办公室里面说 我去他的办公室睡觉 吹冷气 我要打怪 但我觉得太浪费了 我都会呢 跟在老板旁边跟他问说 为什么我这一次车子会坏掉 他是什么原因 然后呢 这一次你要怎么处理 下次我要怎么预防 那如果下次我不幸再中招的时候 我要怎么急救 或者是这个零件我要怎么去备 其实你到原厂 你也可以跟在济师旁边 你也可以跟着济师问啊 那为什么不回原厂问就好了咧 原厂他有他的Cose Down的考量 所以他普遍他的济师呢 都比较年轻啦 常常你会遇到那种 比自己年纪还要小的 他可能是高职刚毕业的时候 那有时候你跟他问东西 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跟你讲 他不见得不知道 因为他们都是 你可能问倒他了就对了 或者说他不太会去表达 比方说跟他问个分店盘 他可能会跟你说 啊就点火的东西嘛 那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原厂他通常不希望你跟在旁边 他也怕你说 要是你一个不小心踩到那个机油 走到门前滑一跤 对 他还要负担责任 对对对对 所以原厂他都会叫你 去柯秋去上网打怪啦 OK 去拯救地球啦 这样子比较好 所以我一般我也不太回原厂 因为 会少掉这个学习的机会 OK 所以到民间保养厂 好处除了便宜之外 可以跟在师傅旁边 好好地学一番 对 那当然提到了师傅 我们就要找一下我们的赵老板了 你遇到的消费者 他在原厂跟民间保养厂之间 他到底一般消费者是如何来拿捏区分啊 一般会留在原厂的消费者 一般来讲都是好顾客 好顾客 好顾客 所以到你们那边的都是 到我们那边一般来讲 我们有一些客人 我们叫做龟荣啊 什么龟荣 龟荣 因为我们总统之前讲过 那个龟荣 哦 所以我们把它归成一些顾客叫龟荣 那不能讲龟嘛 龟荣 龟荣 我同意 龟荣啊 有这样的讲法 龟荣 龟荣 龟荣比较文雅 对 太文言了 所以说消费者如果没有到原厂 会在我们这边的 就分成三大类 一个就是说 真的是遇到所谓的 就是认识我们的 认识我们的老板 相信我们的 对 相信我们的 第二个就是说真的是精打细算的 精打细算 就是过了保护期 非来不可的 因为他认为说那也太贵了 对 第三个就是说 经过口耳相传 发现每次去保养场 去原厂之后 都要坐着轮椅跑出来的 坐轮椅跑出来的 什么意思 进去被打断手脚 我没有说 可是一般来 一般来讲就是说 你坐轮椅是不是后面要有人推 对啊 你五个小朋友都花光了 没人帮你推啊 你意思是说钱花光了 对对 我每次去都把钱花光了 因为原厂它是用套餐给你订死了 对对对 就这些做完 外加一些维他命项目 外加一些你感觉不知道的东西 就不能加起来 所以你金额会很大 所以说来我们一般民间的 欠用的一个原则 就是要便宜 便宜 便宜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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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很难做就这里 像Bub哥给你讲 例如说 那个汽油滤清机这东西 其实说真的 我们民间消费 民间的保障厂来讲 我们也可以拿到原厂零件 可是原厂零件毕竟来讲 我们跟原厂比起来 我们没有竞争力 OK 那我们如果拿一些所谓副厂的 或者拿日本件 或者拿一些副厂件来讲 当然它的品质跟原厂一定会有一点差 有一些落差 有落差 所以消费者如果说 要小股东西要一个心理准备 OK 就是使用期限跟使用方法 大概就没有像原厂那么久了 所以这样听起来 事实上呢 会原厂的消费 回这个民间厂的消费者 大部分都是精打细算 荷包考量 不想要这个做的轮椅出来 那我们都提到的 原厂比较贵 民间厂比较便宜 但有套句网友说的 没图没真相 只有替大家找真相 我们直接在网路上 找出一个案例 这呢就是 拿这个神车 Otis 十万公里保养 原厂跟民间厂 一起来比一比 首先我们看到 在原厂的部分 事实上呢 首先你十万公里到了 他给你一个订保的套餐 但是原厂 他只列出数量 没有给你单价 就直接给你总价 总价三千多块 但是反观民间厂的部分呢 他给你单价 而且呢 工资还跟零件合并计算 算出来的钱 只有一千多块 便宜一半喔 但是呢 十万公里不会只有订保啊 还有很多 原厂会建议你说 什么零件什么零件 又该换了 还有给你一张 一般保养的明细表 可以看到呢 这原厂 零零总统列出来 九千多块 但民间厂 零零总统列出来 便宜相当多喔 所以我们最后加总起来 可以看到呢 你这一趟十万公里 保养在原厂的部分 总共的价格呢 就要一万两千多块 但民间厂 只要六千多块 民间厂 为什么比原厂便宜那么多 到底有没有问题 玄机在哪里 休息一下 继续讨论 如果你回原厂保养 跟民间保养厂 价格差很多 但回原厂 到底会拿到哪些东西呢 我们直接手上 就有一张 这Toyota呢 你回原厂保养的工单 你到了这边呢 首先他会给你 先上面这一点 很简单 就是一个订保的套餐 订保套餐 价格不贵啊 两千多块 可以啦 可以负单啦 但重点不是在这里啊 重点是什么 下面这一栏 通常你只看到上面 下面这一栏 他就建议更换的这些零件 这些贵的在下面 这下面呢 可能是上面的两三倍 你整个加起来 你走一趟原厂 可能没有上万块跑不掉 那我就要问一下爸爸啦 这原厂为什么会这样子 心机那么深 城府那么重 怎么会 一个工单分两份呢 他其实是为你好啦 为我好 你的隐重心肠啦 因为我刚刚讲说他 第一个他就是说 他为了顾客满意度 他有些东西 我们这样讲 他就觉得 你的手好像有点痠痛 他就建议你做一个大手术 不是啦 我手能做破皮要做手术 因为我们讲说 其实他刚刚我们看那几张表 他其实会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叫基本 对 一个基本套餐 就是说你进来 不管怎样你都要做这个 因为是保养嘛 这个部分他就已经比一般的民间保充厂来的 贵一些 那比如说贵最多是什么 比如说你看民间厂 他那个机油一瓶350 其实机油一瓶350 也不是用很烂的油啦 也算不错 有些人他去民间保充厂 他连350他都嫌贵 他还上网去买机油 难怪你照片会留言 但是呢 原厂的保充厂 的机油大概都是四五百块起跳 所以如果你算以五百块来讲 那四平算下去 就大概就两千多块 就光是机油的钱 就比民间保充厂 全部加起来的钱 光是耗材的钱 就比较高 就还要多了 那我们讲的是国产车 如果你去进口车的话 比如说你去BMW 他还有两种油 让你选比较便宜的650 比较贵的900 比较便宜就要650 这比一般都要贵很多了 对啊 大概就是这样 那另外就是说 他进去的时候 因为保充就是要换耗材嘛 对 那你把这些该换的东西换完之后 他会帮你检查 比如说他就发现说 你的刹车碟盘 厚度好像比较不够 那刚刚家伟有提到那个 就是说 他可能就建议你把那个碟盘换掉 换掉 你一般去保充厂 他一定跟你说 这个如果厚度还够 他其实可以用车的 用车的 但是如果厚度真的已经不够的时候 当然还是要换 但是他可能还可以车个一两次 为什么说他是为你好 他怕说你到时候呢 这个车子如果开一开之后 那个刹车怎么会有怪声 还是刹得住 这个不太安心 我就是踩刹车的时候有声音 不踩就没了 一定是刹车有问题 那万一刹车失效怎么办 你就会很害怕 对 影响顾客满意度 所以他其实也不会说 你的 帮你想的长远一点 对 你的刹车碟盘不会说 完全都很好的时候 他就叫你换 他其实还是会有所本 但是呢 需不需要换 他其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研盘 OK 但是呢 只要你有一点点征兆 他就会建议你换 就套一句你的话 他是为你好 也为了他的顾客满意度 可是刚看我们这个订宝的部分 好奇怪喔 我们买东西不是价格 就应该要透明吗 可是这边 为什么原厂的部分 他只把数量写出来给我 他这边都没有跟我讲价钱 那被坑了 我被原厂坑我也不知道 假如原厂是这样子 跟你列出来的话 你可以跟他去问 为什么 这些东西是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子换 我可以跟他要 他不会认为我是奥K 事实上 像这个Toyota 他们都有他们的这个 维修的招待专员 他都会跟你解释 一项一项的解释 所以我觉得 首先消费者 你不要怕说 他给你的 你就要照单全收 像这样子的一个订宝 那加上这个什么 保养套餐等等 事实上 这也是车厂 他给一些 想省事的车主 一个量身定做的东西 这东西什么都有 你也省得麻烦 有些车主 真的就是怕麻烦 就尤其是女性车主 他有车子 他自己要去 你说实在 你说实在 你想解释还不愿意 然后像这些 他就把它做好 然后什么都有的情况之下 你 其实原厂 你假如一样一样来 跟他说我个别要换 这些东西加起来 比订宝套餐还要贵 还贵 但是跟民间保养厂比起来 那当然是差这么一截 但是差别就在于说 零件 首先 Toyota这边的 零件一定是正常的 一定是绝对 你不用担心 或者是说 你还在继续另外找 或等等的 他一定有 所以其实原厂有他的好处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他可能无后顾之忧 那像我们这种小之男孩 小之男孩 如果我不想要去原厂的话 那这些杨杨裂出来 我看到他每个零件 民间跟原厂相比 可能只要四成左右 有哪些零件 我可以干脆自己换 所以你也是龟龙是不是 龟龙 而且我是比较长一点的肉 我也是 你也是 那怎么办呢 基本上 我们把引擎盖打开 你会看到现在很多油水 它会有一个不同颜色的盖子 黄的 红的 甚至包括电瓶 那个正负级 也有分颜色 都会有分 所以其实 就算女性车主 如果真的你要省钱 你要学一点东西 其实 这些都很好分辨 它上面像雨刷 它会有一个 有一个要两个 像蝴蝶要两个胡须 雨刷我懂 对 雨刷我懂 你都懂 那百分之九九大概都懂 有点 有点讲不起一招 它会是很多 基本上我觉得 山油山水 大概都可以自己 而且我觉得这个 DIY的乐趣 就是乐在其中 有道理 你回原厂嘛 当小三换个衣服多好 你每天 你每天吃同一家饭店的 同一个套餐 你不腻吗 可是你如果回 到一般七百货 你去买一个机油 试着加热汉 譬如说原厂都是五四十 十五十 假设的 零五十 你去外面买一个 不一样的方号加看看 那你开起来 油门采叉的感觉 拉转速的感觉 就会不一样 可是我在这边 建议所有的观众 大卖场 那个一瓶九十九的 对 绝对不要买 不要买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机油 我一个朋友就是 每次都去大卖场 买那个一箱九十九 什么M开头 M开头的 他的车还好吗 他一天到晚来 送民间的保养场修车 一天到晚来修车 一天到晚来修车 你省了前面 后面就麻烦 每次机油它是什么 0W 40 0W 30 看后面 看后面 只要看后面就好吗 前面不用看 人启动不用看 基本上大概用5万 来做个分页 5万之前你其实看后面的数字 都在40以内就可以了 40以内 就30 20 40都可以 40以内就可以了 5万公里以内 可能如果说常常你就是仲裁 每一档都打开到断油 你大概都要50 OK 那这是挑机油的部分 但我听到如果真的要省钱的话 有很多人会自己买机油 到原厂去换 这也是个省钱方式 对啊 就万无一失了吗 你就这样做 然后又偷鸡 不知二十八米 为什么 我那时候就买那个神油 2公升2千4 你是印度买的吗 不是 怎么会那么快 2公升2千4 2千4 然后我还去七十百货买的 买了我是很高兴的 提的 就是那台壮的奈西亚比 我就很高兴提前那个油 就到去保养 然后我看里面有一个 那应该是学徒 学徒 比如说机油在这边 他就一个脚这样子一直踢 一直踢 踢机油为什么 没有他把它踢到他的工作台里面 就这样一直踢 正好那时候 这个很久以前了 那时候手机的相机还不是很先进 可是我有拍照 你有拍照 我就这样拍一张 然后跟我那个夜代聊天 又拍一张 然后聊天又拍一张 然后这样一直踢踢踢 又踢到他的台子里面 然后他就去 那个 我们卸机油不是一个大漏斗 对对对 他拿一个大漏斗拿起来 然后里面是黑的机油 然后就把它加到我的 那个是人家露出来的油 他加到你的车里面 加一些油 然后我还是给他拍拍 太黑心了吧 我都拍下来了 然后后来过一会儿 我那个夜代朋友说 周大哥 你的车保养好了 哎呦 你那时候心里 我说真的喔 我很高兴 然后我就去找那个 我就去找那个祭司 那个应该是学徒 我说 我的车保养好 你帮我保养什么 他说没有啊 你带了两罐机油 各两公升嘛 四公升 我帮你加进去啊 然后帮你检查了 冷气见解 轮胎的检查簿 我说你确定吗 对啊 那后来呢 然后我就把他抓到旁边去 我说这什么 你还抓到旁边去 弄给他面子啊 我说这不是我的机油吗 对 哇他整个脸都 霸了 那后来怎么办呢 怎么处理 后来当然是冷处理 冷处理 那个祭司还是这样 因为我车里面加了 那个别的车露下来的黑油 哦 所以原厂就是 拿千亿拿原厂的机油 把我的引擎洗了一遍 用那个机油来洗引擎 洗完之后再加上我原本的油 原本的油 哇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便宜 可以买机油回原厂 但要小心跟佳葳哥一样 如果遇到了 这种不良的祭司的话 你在手机的相机功能先开着 真的 可能比较保障一点 除了佳葳哥这种例子之外 有的时候像我们刚刚看的 君寒你拿的那个清单 对 这上面我们要知道老板 会不会也有一些是他就想赚我钱 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必要要换的 一般来讲我们最怕什么祭什么祭 因为说说话祭 这就是说话祭 我们最怕听到什么祭 对 超级一样 那个刹车那个异音祭啦 还有一些清洁祭 那个一般来讲都不必要换 不必换 所以如果我看到工单上面有什么祭的 我就把它化掉 是是是 所以说我们国内看到祭都很怕 除了这些之外 你可不可以举例一下 到底还有哪些东西可能在原厂 会比民间厂贵很多的 我们用这个保障项目来讲 例如说它的刹车盘 刹车盘 因为刹车盘一般来讲你消费者 没有那么厉害自己买材料自己来换 所以它一般原厂或者民间保障厂 吃地你自己没办法自己搞这个东西 对 所以一般来讲 这个东西 那个价格一般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你为什么基油大家把它 价格压得很低 所以你看那些东西可以自己换的东西 一般来讲它不会占你的钱 是啦我会建议 像是这个风险高的 或者是它技术成分太高的东西 你还是乖乖的回原厂 譬如说 我们讲这个风险高的东西 比方说你要换那个环保材质后面的东西 就是那个大灯开关里面的灯泡 那个大灯开关本来是环保材质 那我们知道环保材质它可能会黏手 它可能会掉漆什么的 那还有一个东西是它后面的卡榫很容易断掉 你就回原厂 没关系公司就让它去给 让它去开 你就让它拆 拆坏了它要负责 你如果去民间保障厂拆 拆坏了可能说 大哥啊你这个后面都已经收起了 所以这个你要再换一个 这种比较高风险的东西 回去原厂做 然后另外一个 刚刚大家有提到一个 有个事情一定要回原厂做 什么 抓易因 我们说有句俗话这样讲 地水怕流流 地面怕地骚 那这个修车最担心就是抓易因了 抓易因 因为易因这个东西 你不知道它从何而来 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你抓到 对 有时候像我之前都听过有那种车子 从新车抓到旧车再抓到报废车 还在抓易因的 因为你抓不完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建议抓易因这个事情 你就回原厂 因为原厂它通常是事成收费 如果今天没帮你抓到易因的根源的话 它一般是不会跟你恰起工资的 所以有可能它抓到你已经转手 它还没跟你收到费 对 还没抓完 就是有可能 对 这是有可能 像抓易因我就建议回原厂做 所以你说风险高的 工程大的 甚至抓易因可以回原厂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回原厂 你可能可以换到原厂的料件 到了民间厂的话 它也跟你说 它也可以有原厂的料件 甚至还有更便宜的料件 但重点是这些料件我怎么分 它可以看 我怎么知道 到底怎么分辨呢 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讨论 好 刚刚讲到这个汽车保养 到底是要回原厂呢 还是要回民间厂 大家都说 如果是涉及安全的 或是比较精密一点的 就干脆还是回原厂 比较保险一点 可是如果以价钱来说 民间厂就是便宜很多 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到一个 它真的就是价格 这么有竞争力 总代理它的零件 它就是一个 它一定要正常的 它一定标榜它正常的 所以它绝对不会有任何什么 凯太键或怎么样 所以也就因为它原厂标榜 是正常货的情况之下 它有时候也会出现 没有零件可以给消费者的地方 比如说你的车子 假如说车厘比较高的话 它就可能没有零件 你就必须要到民间保养厂去找 那民间保养厂 它好处就很多了 它就可以找到 透过很多的管道 找到你所需要的零件 就像我的Corolla 它就有一个情形 像我大概没有人会坏掉 我的后座安全带 后座安全带 后座安全带 因为我有使用儿童汽车座椅 然后一直连续用 然后常常在使用 搬来搬去拆件 所以后座零件 安全带坏掉 可是这种零件 不是说常消耗品 之后原厂也没有零件 也没有备料 走国外也没有 当然就一定要回到民间 到民间去求救 我们跟原厂最大差别 就是要竞争力 真的 除了你可觉的笑容之外 产品也要好 对 要竞争力 问题是原厂它一定一个原则 一定是原厂公司货 我们外面的就是 不一定原厂 可是有办法帮你修好 所以我们有三种东西 可以跟它换 第一个我们例如 以电脑来讲 行车电脑来讲 公司它绝对不可能 可以拿翻修件 什么叫翻修件 因为外面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零件坏掉的东西 像电脑来讲 我们可以请民间的 专门修电脑 可以把它修好 第二个 我们可以去找一些 所谓外汇件 既然很多人在保 外汇件 外汇 从国外进来的 外汇件 从进来的 第三个 我们可以找中古件 中古件 中古件就要很小心 没有保固 好 那你给我一个价格好了 如果是原 假设以电脑来说 国产车原厂件 大概多少钱 国产车的零件价格 原厂的话 行车电脑大概三到五万块 三到五 原厂的 对 原厂的 如果说我们在民间的话 我们用翻修件 大概五千到八千 五千到八千 对 那就便宜了很多了 第二个如果说 我们有办法拿外汇件 外汇件 大概也在 跟修车的那个修 原翻修件 差不多 也是五到八千 五到八千 可是如果拿中古件 中古件 就三到五千了 中古件更便宜 那如果我想更便宜 有没有所谓的查打毁 其实不容易拿到 不容易拿到 因为一般来讲 这个查打毁 他不会直接卖给你 他也是经过好几手才转过来 所以是赚好几层剥削以后 你要拿到不大可能 他不会跟你说这个是 本 本零件是偷来的 他可能是用中古件便宜 很放在中古件里面 OK 所以这样听起来 事实上我们提到了 回民间的 真的便宜很多 但也有可能 用到查打毁 但他没有告诉你 如果我真的有那么多零件 我拿到这个物品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分辨 他到底是 来源是哪里的 我们举例以 某某的机油型来讲 这是机油型 机油型是干嘛的 机油型是过滤机油的 过滤机油的 就我们每次保养要换的时候 所以我教消费者看一个 看三个地方 第一个 我们如果这个是原厂的 一定有它的logo 第二个 它一定会有它的料号 料号 料号 料号在这里 有logo然后要有料号 第三个 因为这是国际规范 它有可能要把扣码 要去找这个码的时候 所以一定会有国际码在这里 国际码 对 国际码会在这里 OK 原厂一定要有这三个东西 不可以去 不可以减少 所以当你消费者 你看民间保养厂 对 他如果给你拿这个 机油型给你的时候 麻烦你看一下 你可以叫我 我看一下 有可能它报原厂的价格 结果拿副厂给你装 OK 所以我就看logo 料号 还有它的国际码的部分 对 这三个必须要有 才叫原厂 这是原厂的部分 那如果不是原厂的话 如果说它一般 我们所谓的叫做 副厂 叫大品牌的 对 这个牌子应该 我开过车的朋友 应该很熟悉 叫做Porsche 一样 它也要有它所谓的 Porsche的 那个商标 商标 对 它也会有它的料号 也会有料号 第三个 也会有它的制造产地 OK 在德国制造的 所以我们通称这个叫做 副厂的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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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看到logo 也可以看到六号 还有制造场地的部分 对 都有 第三个叫做 通通都没有的 通通都没有 通通都没有的 这个你问我哪里制造 我不知道 可是这个价格 就天差地了 所以一颗 有可能不到一百块 几十块而已 这一颗 什么都不知道 只要几十块就好了 对 所以这种东西 你买到的时候 你其实是开在车 开在路上 其实你是在冒险 这个有人敢用吗 很多人用 很多人用 所以如果十个客人里面 几个挑这个 以我来讲我不推荐 因为这个开在路上 我会睡不着 因为我是佛心来的 我们比较价格 这个不到一百块 不到一百块 好 国际大厂的 这个平均单价大概三百到三百五 三百到三百五 好 那如果是原厂 那当然是它有它的品质保证 所以这个价格一定是最贵的 大概四百五 四百五 所以如果你跟那什么都没有的一相比 这价格可能就差不多了 七八倍都有 所以你是要买风险还是要买保险 你自己决定 OK 如果对我来说 就买中间那个好了 中间那个算是比较大厂 相对来说 比较有保障一些些 赵老板我要持续请教你啊 我们刚刚都说到 原厂的部分是比较贵 民间厂会比较便宜 但皮带的部分我注意到 皮带部分原厂只要四百八 民间厂居然五百块 怎么会民间厂在皮带 比原厂还要贵呢 因为我们的所有零件跟工资 其实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没有单独在把工资列出来了 所以我们一 我举例讲 这个叫保养项目 所以我们工资就把零件合在一起 我们不能像原厂这样做 这样因为我们没有竞争力啊 所以一般我们把它分开以后 你会发现一个重点 零件就等于工资加钱了 加起来了 对 就加起来了 所以五百块感觉比原厂贵很 贵20块 可是当你把原厂那个工资 跟零件加起来要一千多块 所以其实对于民厂 他有时候工资啊 他说就合并零件去计算 你也不要想太多啦 因为他真的工资利润也不高啦 对 该赚就给人家赚啦 所以说到底真的 回民间真的就是要找一个 你可以信任的 不然真的 诶 市面上 除了像我们赵老板 这种佛心来着 可能市面上真的很多人担心 所以赵伟哥良又不齐啊 这样我车送进去 没问题的到处都有问题出来了 有很多很夸张的例子 我就碰到一个 这个又是我啊 这个又是我 你知道地上那一摊啊 快一万 地上那一摊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有一摊 黑黑的 快一万 那个什么东西 你知道那个祭司啊 我这台是一台Voswagen 那我去加那个神油 又是神油 那2.0 渦轮增压通常都4公升 那我是不是就提个菜篮子 然后4公升放我去结账 结账完他就帮我加 他说他还跟我聊天 你很来行啊 然后呢 他 你是不是把车盯起来 卸油螺丝卸下来 然后把机油卸掉 然后他忘了锁 他没锁啊 他没锁 他故意有点去聊天啦 他没锁嘛 那个螺丝还放在那个回收瓶上面 然后他就把车降下来啊 因为你降下来 你看不到底盘被车挡住 他就开始加 露的满地都是 加了以后 你是不是要拿那个粮尺再量 不够 还去买一罐 就这样吧 你还去买了几个 十罐 十罐 一罐 你没有买在这个觉得很 对啊很奇怪 一罐980 十罐多少 9800 都在那边 都在那边 不是啊 然后那个技师就很好笑 他说 奇怪 你这是该是GTI 你这是2.0的啊 你有该演练喔 你这是煞死车吧 你那都是石缸的吧 我说对啊 我2.0有原厂的啊 他怎么都加了 都加不完 他后来咧 然后后来他旁边一个 老大 你看肚子 全部都在地上 那怎么办 要认赔啊 他认赔啊 他认赔了啊 他认赔 那货架上 那死瓶都被我用完了 然后他就拿了这1万块的生油 帮我洗引擎 你反而乱到 你因为你引擎都洗得越干干干 我在想 很没差 真的要把他抠起来 把他抠起来 把他装个漏斗 把他装起来 这是机油的部分 忘记锁 太扯了 如果说今天他忘了锁 是我已经出去了 对 那就严重了 你原厂还可以给他挥喔 你民间保障厂这个啊 他会说 哪是哪是我用 那就麻烦了 民间保障厂 最大的问题就这个 我碰过太多 轮胎 出去一开轮胎 你车往左转 轮胎往右跑的 他没有上扭力 或是根本没锁紧 民间保障厂 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我就要问赵老板的啊 所以这样子 状况真的很多吗 对啊 所以说我们 所有的行话来听 一般男女朋友不是讲说 虽然不能给你幸福 也要给你舒服 不能给你幸福 要给你舒服 所以我们一般 我们修车业也有一个行话 虽然不能把你车修好 最起码要把你螺丝锁好啊 有道理啊 最起码要螺丝也还会锁 所以说一般 我们看这个现象 一般他们都是所谓的 教育训练不足啊 然后就是 烂于充速 想说做做赶快就出去了 嗯 其实 恰伟哥是遇到 不良的人啊 不良啊 对不良的啦 顾着聊天的啦 对顾着聊天的啦 一般我们如果说 内行之后 加视频不够 不可能再继续加到视频去啦 一定是有问题的 就不会加了啦 其实我们要讲 如果你今天要去明天保安厂 不熟的千万不要去啦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 你还没有找到明天保安厂 没关系 我就先把车拖到原厂去 比如说 如果今天从台北下去 我在苗栗挂掉 对 那你开Toyota 那我就先把车拖到Toyota的 这个原厂的保安厂去 因为拖进去的时候呢 这时候它才会开始跟你做判读 嗯 它要做任何的维修 其实都还要经过你的同意 OK 最坏的情况就是 我都不要修 就再把车拖出来到 另外一个民间保安厂 这时候你还有一些时间 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去联系啊 或什么等等 找一些比较有信赖的保安厂 所以我们讲 只要它黑心 对 对 那你要花多少钱这个东西 就完全无上限了 OK 它就反正 它会看 它会打仰你了 你是民主播 对 我进去我要戴面具就对了 他就 就想 这差不多要 至少要杀个20万 才让你出来吧 你又开Nexus 应该要 一个大肥羊就在这了 35万好了 35万 好 这个情况是很有可能 像以前我们是穷学生 他就 他就说 你这个大概要5万 所以他虽然很有良心的 但是呢 这个是第一趴 因为有可能5万之后 他会再讲第二 因为我帮你修这个要5万 但是我在弄这个时候的时候 因为比如说他如果看到我爸爸来载我 对 又开了一台车来载 他就可能说 又还不错的车 这个父母亲好像也蛮关心的 你这个又有一个东西坏掉 搞不好拔完 不一定 所以这个 我想你如果遇到这种黑心的叶子 就没完没了 真的 像这种情况 你只要进到了这样的保养场 你剥两层皮出来 就是你有命出来 就运算不错了 简单讲 有命出来 我也听过 有些真的是黑心的叶子 它可能把你原本没坏的零件 把它搞坏 让你下次等一次 你一定得再回来我这里修这样子 这一类的维修场 通常是发生在什么 在你家附近 在我家附近 因为它算准啊 你就因为懒 所以你就附近随便找一间 然后呢 我就知道 你这个忠诚度应该会很高 因为你也跑不远嘛 具体的做法怎么玩呢 比方说我这个车子呢 我就把你水箱的水漏掉一半 漏掉一半 对 然后你保养的时候 你人不在嘛 对不对 我把你漏掉一半 然后你开回家了 然后你隔天早上要起来 车子一发动 一发动之后 水温都很正常啊 差不多开个100公尺 差不多该到我店门口了之后 就开始在烧开水了 反正离我店不远嘛 你就进来 进来弄弄 OK搞定了 或者是呢 我把你冷煤露了差不多 剩下一个十分之一 你在车库的时候呢 你车子发起来 哇这个夏天的时候 哇里面好舒服 好冷气好凉 对 结果呢 开出车库呢 给太阳晒个100公尺 差不多该到我店门口的时候 马上 马上你的车子呢 又是冬天才有冷气 对对对 你又得进来 那更狠一点呢 像是那种比较大的项目 我们 备注箱跟引擎 我们就把它弄得半死不活 我不能让你顾路 顾路你就不会回来了 我就让你去开 开到你快要容忍 就是你可以 受不了了 对对对 你可以执行你今天任务 然后你看 差不多你开到你一家 差不多快100公尺 差不多到我店门口的时候 100公尺 又受不了了 一定要弄 工程数学很好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又会回来啦 你又会跟他讲 可是你可能会不满 为什么我三天两头 就是开100公尺 或是剩100公尺就回来呢 刚好到你这就坏掉了 你这就怎么样 对对对 就是翻价格快耶 然后呢他就跟你讲 因为我们这个 什么有的没的 我们不是学气修的 对对对 我们讲这种气修的东西 一定讲不赢他嘛 所以钱都是被他赚走 所以我跟各位观众朋友建议 不要挑自家附近太近的地方 讲到民间的修车场 真的有那么黑心吗 我们要如何避免 这些民间的黑心修车场 我们回来之后呢 赵老板带我们一路破解 好我们刚刚前一段提到了 有好多这个民间修车场 确实很黑啦 你进去就被坑杀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 这赵老板 是真的所有的民间修车场 都那么黑吗 还是跟你一样 这手黑心不黑啊 好我讲一下 如果说 如果说你要到民间保充厂 请你注意 各位消费者 请你注意几项事情 一般我们民间修车场 也是要有合法的 那个技术证明 对跟管道 如果说我们有政府的 例如说我们有移基基督事 还是我们有技工执照 请消费者去看他 有没有这个证明 我们进去可以先看 可以 因为一般会挂墙上 对对对 他敢挂出来代表他有 如果他没挂代表没有 所以你先看有没有 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自保的 第一个 第二个自保的 如果说你真的有没有 不知道怎么看 你就上网 上网 网军 网军 例如 例如 你就把我名字赵令玄 你上网看 一连串 都是正面评价 对对对 你这么有把握 对对对 正面评价 好我没事去Google一下 可以Google一下 我自己也有遇过一个案例是这样 刚赵老板说 你在Google上面找出来 都是好评 但是呢 你知道有些保充厂是这样 他很热心 然后呢 他就发现有些保充厂 他其实是黑心 然后他就在网路上去告诉人家说 不要在那边修 结果这两家保充厂呢 就开始在网路上互相抹黑对方 一天到晚就写纯粹信条来说 里面的某一篇文章是抹黑我的 请你把它删掉 寄给你啊 对 寄给我 然后呢我们就说 但是因为我要保障所谓这个 发表的言论自由 我没有办法判断真位啊 那如果每个人都说 我们这样讲 如果今天有一个事情是真实的案例 那这个真实的案例里面包括说 比如说我今天就去遇到真的黑心了 而且我还有留下很多东西 那我要提醒其他网友啊 那我如果删掉的时候 我还会被其他网友 也可能会告啊 那我说 我没有办法证明啊 那你可不可以去报警 你报警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东西先撤掉 OK 然后他们又不愿意 然后到最后就 我会去告你 那告你 他当然告不成 对对对 但问题是他告你的时候在桃园啊 你要跑去桃园啊 因为这两家保充厂 一个在桃园一个在新竹啊 那我就实际上要跑 其实说起来也很累 所以我们讲说 这种民间保养 虽然它弹性很大 你可以修车的时候 因为你懂 或者是你找到美港 省很多钱 但是呢 这里头也有很多 没有上线的风险会发生 所以我还是一句话 就是说第一个 广节善缘 慢慢累积你自己 如果你要开车 一辈子都要开车 你一定要开始累积一两家 信得过的这种明年保养厂 OK 其实才有办法 让你的整个用车的 这个整个生涯会比较顺一点 真的 广节善缘很重要 网均有的时候 不见得能够全部信 对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随时锁定我们明星单号 好的老板就介绍给你 那我们接着就要问佳伟哥 所以第二个 针对如果要找这好的明年保养厂 你有什么建议呢 门口停很多车的不见得生意好 因为我朋友就这样子 那他怎么样 门口很多不是生意好的 他是不会找车来停喔 永远都那几台啊 永远那几台胸跑的 永远都那几台啊 我说你为什么哪是门口放 他说你不知道 那你行李就好了 你空空的 你要想空空的 就好像我一个朋友在卖蛋塔 对 他一天找五十个公路站在排队 哎呦 可以了 就别的就会来排队就对了 对 那这穿插还是真的有消费者 他那五十个还要换衣服 我说你这一招就太猛了 但是应该还是赚得回来 对赚得回来 所以他排都排一百个左右 因为交费者都这样子嘛 所以家伟哥又给大家一个逻辑 小心 车停很多不代表生意真的很好 我们一开始买新车都会回原厂 大部分都还是回原厂 你大概到了第三年 譬如说假设你保固是五年 你大概到了第三年之后 你就有心情准备 我大概剩两年 我的保固就结束了 对 对不对 那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栽培 开始培养 那我觉得分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引擎动力的 就是变速箱和引擎的 还要分科啊 第二个部分就是 因为你很少可以 除非它规模真的很大 否则你很少可以看到一个保养厂 它都懂 所以明映保养厂还有各有专家 很像医生一样 分科的 比如说你随便到一个保养厂 你是轮胎爆的 对 它轮胎也是给人家钓的 对对对 对不对 那你到一个保养厂 我车被撞了 它自己没有板喷 它板喷也是包给人家 那它还要转一手 所以大概你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底盘 第二个就是引擎和变速箱 第三个就是板筋 板筋 就像鸡蛋不要放到一个篮子 对不对 你如果这三个 你跟三大这三个系统的叶子 找一个保养厂都熟 你以后都会很方便 还有一个建议说 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个电机的 这个底盘的这个谁谁谁谁 那我相信一般人可能 比较没有办法有这种 这么广洁善缘 那其实我就可以用一个观念来讲 是家庭医师 家庭医师 就像我们看病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眼睛 看到不该看的东西 长了一个东西之后 我们就跑去看眼科 或是什么吃了不干净的东西 我们也跑去看肠胃科 其实你可以选一个 你信得过的一个家医科 你就请他来转诊就好了 那我们修车也是一样 你今天透过亲朋好友介绍 或是透过我们 看看我们节目 知道怎么去找 这个好的保养厂之后 你就交给他 因为他可能遇到这个东西 他不会处理的东西的时候 他会把它转接到 别的同行那边去 同业 比较专场的 对对对 我们又不是在维修界待的 他一定 这个保养老板 他一定是比我们更了解说 这个东西找谁是更多 他把他转接过去那边的话 那其实对我们来讲 也是一种保障 更重要的是 他都已经跟你明讲了 所以我们俗话说 他要保生孩子 要保生孩子 如果说他真的修回来 有什么问题 我们还是找我们这个 家庭医师这个保养厂 他来处理就好了 我们常遇到所谓的 五分熟客人 五分熟 五分熟 就是半生不熟 半生不熟 因为我们对他也不了解 他也不了解我们 一般那个人 也是属于 龟龙族的人 龟龙族的 所以我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 他吊车 他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说 看可不可以用最便宜的方法 帮他修好 他已经表明用最便宜的方法修好 最便宜的 好 然后我就说OK 然后他就车子拖进来 结果在挡风玻璃上面 放一个纸条 挡风玻璃放纸条 对 放不要修坏了 不要修坏了 不要修坏了 对 警告的音味很容易 你如果看到这纸条 你认为修不修 你给我好好修啊 你不要把我修坏了 警告赵老板 不要修坏了 不要修坏了 对 结果我也很客气跟他修好了 认得好啊 可是我先决条件 我有先打电话 跟他确认要不要修理 报价格 因为我习惯就是 不是先斩后奏 我跟他报价格 好 报好了之后 结果他都没有接电话 找不到人就对了 找不到人 我不知道是故意的呢 还是真的出国去玩 好 这个过程修好了 我车子跟他好了 就打电话给他 好咯 大概修个大概五天左右好了 结果那次修的过程 因为正时笔带断掉 对对对 所以我跟观众朋友讲 你过保的老车 请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正时笔带 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征兆的 OK 随时会断 断到正常比较 像以洗美车来讲 它断掉一定是打到气门 OK 你严重化 对 严重化你可能是六支气门全倒 有 运气好大概五六支 运气差全倒 刚刚我那部是运气不好全倒 啊这样他修多少钱 哦修起来快一万八左右 一万八 我是还是有用最良心去跟他修 修好之后呢 接电话了没 接的 他可能算好大概五天会修 然后呢 我打给他了 他也来了 他就跟我讲不好意思 我去无人岛 真的是无人岛 接不到电话 最好是这样子 很恐怖的客人了 回来了 他看到了修好 他给我讲一句话 我叫你不修啊 蛤 不是不是 不是不要修坏了吗 我叫你不要修坏了 他有增结 他说我这边一个点啊 我叫你说不要修啊 坏了啊 哦 对 他说我这边一个车 这边就主要是要报废啦 我过年我买新车啊 我啊 你刚刚给我修 你要等到我确定要修 你才修啊 那怎么办呢 我就只好用佛心来了 怎么办 材料照算 工钱没有 那阵子叫做身体健康操 不是啊 那又赔钱 我没赔钱 可是一毛都没有赚 所以有时候遇到这种 OK 你也真的是没办法 没办法 对啊 但为了省钱 很多人会到民间保养厂 不过民间保养厂 到底怎么挑呢 要注意哪些地方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来宾 专家跟我一起讨论 也希望呢 大家呢 在休息的同时 也能够省到荷包 我们的news 金刚好 下次见 拜拜